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谢春生出生在我国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里 原本与父母和妹妹过着平凡但幸福的日子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 全家人不得不四处逃亡 父亲也在战乱中不幸去世 母亲便只好带着他和妹妹 躲到了更偏远的山区之中 谢春生15岁那年 村子里来了一群征兵的人 他因为想替父亲报仇 就跟母亲商量也要去报名参军 但母亲却坚决不允许 在母亲看来 谢春生是谢家独苗 不能死在战场上 不过母亲的态度并没有打消谢春生参军的军心 他瞒着母亲偷偷去了军队 踏上了战场 而这一走就是整整西十四年 谢春生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地 抗战结束后 他成为了营长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内战紧接着爆发 作为国军的一员 他最终败退去了台湾 后来的谢春生在台湾做起了生意 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但他对母亲的思念却从未停止 当两岸实行三通政策后 谢春生第一时间回到了当初居住的村庄 多方打听后 才终于找到了母亲 此时谢春生的母亲已至106岁高龄 尽管生活不能自理 意识也并不清醒 但他还在等着儿子回家 谢春生跪在母亲床前呼唤他 没想到已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母亲 也突然清醒 他看着儿子同样苍老的脸庞 紧紧握住儿子的手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或许是心愿意料 谢春生的母亲在见过他后 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偿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更新的